各位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們大吃便當的時間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家老太原燒肉飯 它本來是在中港路,就是台灣大道 去年就突然不見了 最近在網路查到它又開在自由路這邊 那等一下我們就回家 那瞬間我們就回到家了 現在就開始來幫大家開箱這個老太原燒肉飯 今天是買它的燒肉飯,這個是110塊 那就是便當來說是還ok啦 110塊現烤的烤肉飯 不過在份量上面就是一般般啦 這應該又是10樣大約要吃2個 然後它主要就是有4種配菜 蛋,香菜,然後炒高麗菜,然後雞捲 那現在可能因為菜比較貴 所以主菜只有一種 然後那個肉是現烤的 那它這個肉跟之前他們在老店的時候有點不一樣 就是他們老店是烤肉沙拉 就是每天他們就是 背餐的時候都會在他們這樣子後面 那路邊烤肉這樣超級香的 然後這家我是從高中就開始吃了 也大概快將近30年了 不過它現在已經改成比較像日式的 炙燒就是拿噴燈燒的 應該跟之前的味道是 我現在聞起來就覺得有點不一樣 那實際怎麼樣我們等一下來吃吃看就知道了 然後這個便當就是 我剛剛講過他們本來舊店是烤肉沙拉 就是烤肉的肉片 就是古早的那種 我們去河邊夾麵包那種肉片 然後再加上那個 應該都是拿高麗菜加美乃滋的那個沙拉 其實蠻好吃的 那它之前那個一份烤肉飯就不便宜 大概那時候就是九十一百塊左右 那現在都漲到一百一啦 那它現在是用 它現在是用炙燒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 按照慣例先看菜 那它們菜有這個 是季捲 可以更 我吃看看 我像花枝丸 欸是花枝丸 這個是花枝丸 然後它那個菜 它是高麗菜炒 我都找葡萄菜啦 高麗菜炒木耳 蘿蔔波斯這些 這個 嗯 嗯 開玩味 那香腸是一片喔 那香腸 嗯 好像是 喔不是不是沾到芝麻 不然我也是飛魚 這樣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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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是飛魚卵香腸 是芝麻 一般般 算味的 嗯這個煎蛋 煎蛋 菜脖能 那不是不是 是 胡蘿蔔煎蛋 胡蘿蔔煎蛋 然後來吃他們的 燒肉 我們現在來看他們的燒肉 那以前他們的燒肉是 是用那個燙火烤的 那他們現在 剛剛店家跟我說 他們現在改成 他們現在改成那個 炙燒啦 就是用噴燈烤的 然後 味道 我覺得 用噴燈烤的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少了那一股 炭 炭 就是炭燒的香味 然後 然後因為噴燈它那個 噴燈它的速度快 所以我覺得它的那個 整個那個醬汁的味道 就是醬汁的 那個 我覺得醬汁的那個 香味也沒有燒出來 因為那個東西是需要 那個梅納的反應是需要 慢火去烤的 就是它有墊那個 醬汁啊 就是醬 醬香 要梅納 要燙火慢烤才會出來 一般至少是出不來的 那我是覺得蠻可惜的 就這個飯 這個肉跟以前 我吃他們家的肉的 感覺不一樣 對 少了 就比較不香啦 對 以前的肉比較香 那飯齁 那之後來看飯吧 他們家的飯 這一盒冰湯的飯 我覺得 稍微偏硬 然後這樣吃起來會有點乾 就是因為它 它的配菜本身都沒什麼水分 除了高麗菜之外 它本身沒什麼水分 所以 就是 這盒冰湯機 好像吃起來有點乾 那坦白說啊 我剛剛在店裡面 聽店家說他們改成炙燒 就 就 有點打退糖 想要打退糖 不過已經給人家 已經給人家買了 所以就買回來吃 因為我個人說真的 說真的啊 不是 不是什麼食材都適合拿來做炙燒 就是 如果它 食材本身的條件 比如說它不夠油啊 不夠水分不夠多啊 這種的啊 拿來炙燒其實說真的 燒10種 9種都不好吃 這個我自己的經驗 我會滑出來還不錯 好啦 那今天就 先介紹 先介紹這個便當啊 我坦白說 我本來很期待啊 結果有點失望 因為這家店畢竟我吃了快 30年的店 然後 現在改成這樣我就 我個人覺得 不是很理想啊 不是我心目中的那個燒肉飯 烤肉飯 它其實也不一定講 但是有人也覺得說它很好吃 所以我這邊就是 直白是 先介紹給大家這樣 就是 老店復活 然後它味道變了 對 那好不好吃就 就 大家自己去做定毒這樣子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紹的便當 它也很少要轉 OK 掰掰